初创企业上市的捷径 深度的融合 鼓励和引导了大批具有潜力的新创企业加入 这些企业通过科创板相对便捷的上市途径 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资本 能够更进一步的提高公司的研发水平以及 抵抗风险的能力 科创板虽然是采用注册值但是对其上市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以及上市后的监管要求却比主板上市更加的严格 科创板自开始以来证监会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 来对科创板上市进行规范和管理 比如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实行 科创属性评价指引实行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文件 而且还在2021年的4月份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 今天我们重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4月份修订的再新规定 与2021年3月发布的申报及推荐再新规定相比 此次修订做了大量的修改 尤其是对科创板上市企业的科创属性做了更加清晰的规定 明确了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等先进技术 科技创新能力突出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突出 行业定位突出或者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发行上市 而且限制 金融科技模式创新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并且禁止 房地产和主要从事金融和投资类业务的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对于上市发行的科创属性 具体列举了7个领域 分别是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高端装备领域 新材料领域 新能源领域 节能环保领域 生物医药领域以及符合科创板定位的其他领域 此外对于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的指标和要求 由之前的3个增加为4个 也就是说增加了研发人员占当年员工组总数比例不低于10% 这一条指标 与此可见 对于科创板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做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的4个指标 虽然说是硬性规定 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存在 该暂行规定的第6条 就规定了企业 虽然未达到上述4个指标 但符合5种情形之一的 可以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 具体是哪5种情形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查看该暂行规定的条文 但是作为一名专利律师 我认为最亮我振奋的就是 这5种情形中包含了 形成核心技术的和 主用业务收入相关的发明专利 含国防专利合计 50项以上 这一条 也就是说 理论上 只要企业具有50件以上 与其经营相关的发明专利 包括国防专利 就可以不考核上述的4个指标 而有资格直接申请科创板上市 这对于很多初创企业而言 绝对是一条上市的捷径 另外 此项修订也记不明确了保健机构 应当在 禁止调查 对发行人科创板属性认定的依据 对信息披露的核查把关 以及出具规范的专项意见等方面要更加的审慎 虽然我们国家对于中国制造2025 国家行动纲领的深入推进 如何去促进一些 拥有关键核心技术 科技创新能力突出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的企业 稳步崛起 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相信通过对科创板创业板等新上市途径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 必定会进一步提升 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更加深度的融合 能更好的实践 以科技创新吸引资本 以资本助推科技创新的双赢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